一個議會是應該有一個程序在 要跟足程序去做事 在議會裏面有任何事情提出來 我們要理性地去討論 講理不是講情或者權力 大家去討論完之後 就做出一個共識 如果帶不到共識的話 我們用投決的方法去處理 就不是靠一些語言或者行動上的暴力 香港大學作為一個學術機構 香港一個很受尊重的學術機構 我覺得我們訓練學生 如何去參與會議的程序是很重要的 我在外國開會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有人開會的時候 會說上一次開會的議題 或者通過了一個決議 這次是不承認的 又或者說因為基於有人用暴力衝擊 就會將一些議題推翻了 或者是因為受這個壓力 去改變那個決議的最後決定 這件事我覺得很重要 也都希望一些校友 不要鼓勵我們的學生去做衝擊行為 應該我們有一個責任是勸他們 停止這些衝擊的行為 去回復一個正常的議會的運作 你說 Lord 多謝 一下 多謝 多謝 5 7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